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运动不但可以让身体健康 还能增加班级的体力和人群 同时也可以让同学更了解比赛的规则 还能培养运动家的精神 你这次输我 下次再努力一定能赢我 我们先访问体育组长 了解学校目前举办的球类比赛的状况 询问是否能让我们举办球类比赛 及举办球类比赛的办法与建议 一起讨论出樱桃小丸子球类比赛规则的草案 接着我们访问四年级各班导师 询问老师参加球类比赛的意愿 并介绍樱桃小丸子游戏规则 根据老师们的建议修改游戏规则 定出球赛举办的时间 最后找两个班级进行试导 确定游戏进行的方式及规则 我们事先邀请了体育老师当裁判 并到四年级各班讲解球赛规则 及发邀请函给各班导师通知各班比赛的时间 比赛当天我们分成三组 分别是设备组的同学负责借球及顾球 流程所的同学负责记录笔数及公布结果 和通知各班比赛的时间 摄影组的同学负责在球赛进行过程中 拍摄记录同学们的比赛过程 大家这次的活动觉得好玩吗 还不错 球赛好玩吗 但好玩 刺不刺激 刺激到不好 比赛之外就是能够有比较做的精神 然后班级之间也可以交流 然后最主要也训练小朋友的那种反应力 跟他的那个速度感之类的 他觉得去办成很不错 下次如果有再相同的这个竞赛的话 如果还是一样以这个游戏为主场地的大小 或许可以再增大一些 首半数以上的同学同意这次的球类比赛好玩 有趣 赛程安排恰当 进行方式安全 并能增加班级的凝聚力和感情 也更了解球类比赛的规则了 同学都希望未来能再举办类似的活动 结束后 我们也在土城国小自由班的Facebook里面 发布了一篇文章 内容说明了我们举办的 打完只球类比赛的过程结果和感想之外 在学校五楼演艺厅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他们帮四年级办了一个球类比赛 因为每个年级都会有球类比赛 但是四年级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 规则也是他们自己想的 很创业很有创意 他们办的球类比赛 跟普通的那个躲避球规则不一样 就让我觉得很新奇 年级还会有一次躲避球比赛 就是会更了解那个五年级比赛的赛制 这次举办球类比赛的经验 让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也让我们学习到举办球类比赛的过程及方法 学习和老师、同学沟通、联系、皮脂、合作、帮忙 真的是很难得、很棒的经验 不可以的 我可以到那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